在这一集的视频中 宋宝做了一个吉他给了福宝 希望福宝可以唐咒给他听 福宝表示 我偏不要 果然是有个性的福公主啊 然后宋宝瞬间变成宋三岁 开启碎碎念模式 虽然宋宝还是继续碎碎念 但有食物在手的福宝 化食物为力量 对抗爷爷碎碎念的魔咒 当然爷爷碎碎念的内容 不外乎是希望我们的福公主永远快乐 希望福宝可以赶快习惯新的环境 爷爷相信福宝具备一切的能力及能量 希望福宝回中国后能善用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过得快乐 爷爷希望福宝能一直一直的快乐 就像一个老父亲一样 担心自己即将远行的女儿 担心孩子会不会吃不饱穿不暖 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又担心孩子远行久了会忘了他 所以做了许多的牙刷 眼镜 吉他 飞机等玩具 希望福宝能看到这些东西 可以想起在爱宝乐园的这些日子 及这些爱他的人们 这一生生的福宝 在福宝回国后他就听不到了 爷爷露眼可见地憔悴了 黑色的头发中掺杂了一丝丝的白发 虽然有笑容 但看得出来他并不开心 爷爷说这个椅子就算没有福宝坐在上面 但只要看到这个椅子 就好像看到福宝还坐在上面一样 爷爷对福宝的对话中 虽然句句不提爱 但却自知都是爱 这个爷爷为福宝坐的三层别墅 即将迎接不到主人的到来了 这棵现在福宝爬得很顺的树 往后也再也看不到福宝爬树的身影了 这个离开的孩子没有回家的归期 希望你在他乡的日子 可以遇到一个一样爱你的饲养员 永远平安快乐 这也是大家最终的期盼 福宝你一定要幸福啊